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世界的中国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中国的人事议题 还要谈谈中国年轻人 现在越来越担心的事情之一 是在过年的时候 被那些亲友催着问你什么时候结婚 还有就是联合国安理会 所的一个研究报告 指责中国和俄国 助长了俄罗斯 对不起朝鲜北韩 它扩散武器这样的歪风 那么还有就是在 美国对中国的太阳能板输入 要课征比较高的关税之后 中国是不是开始了报复行动 之外呢就是要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在成田机场前几天呢 发生的中国的旅客和日本警方的冲突 到底怎么回事 好了先谈这个人事议题啊 看这 这是香港媒体报道 其实我们明镜啊 何平先生也谈过了 那就是这个马上啊 在这个党之后 正方面的人士也快定案了 在人大政协三月开会 之前呢说是这个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简称叫做这个十九届三中全会 马上要开了 这个就是要讨论 国家机构领导人建议人选 现在呢 这个人选呢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一个呢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连任 这个还有一个呢 就是王岐山将要担任国家副主席 当然了这个我们如果是 这个常常收看明镜的节目的朋友 也了解到就是这个 李克强担任总理啊 继续连任总理 但是这个实际的权力 包含他的路线 包含他对人事的统筹等等 和过去五年呢 应该会有很大的出路了 那么这个在王岐山呢 担任国家副主席啊 这当然也会引起很多讨论 因为呢他不是政治局常委 连政治局委员也不是 但是是要担任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那么现在看到很多媒体的议论 是不是要借重于 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还有呢是不是要借重于 他在经济方面的长才 不过这个和平人也提了 这个王岐山很多人马 已经在各地啊 就是这个位居要金了 好了在这个香港的报纸里面 他谈到其他几个人选 政治局这个政治局常委韩正 原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 原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还有这个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 将要担任副总理 换句话说 原来的几位副总理全部卸任 这里边汪洋将要担任政协主席 还有呢就是栗战书 要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此外呢就是这个国务委员部分呢 有几位 一个是外交部长王毅 一个是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 他也是国防部长 还有呢是这个赵克志 现在是这个公安部长 也是国务委员 还有呢就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杰 这几位是这个国务委员的人选 香港媒体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说这个 注意到一件事 说这个王毅外交部长是国务委员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呢 还有这个杨洁篪 他也是负责外交事务 那么这个就是在过去 是比较罕见的事情 一般的推顿就是中国在外交方面呢 希望能够有着更大的发挥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两人的背景 不完全相同 杨洁篪担任过驻美国的大使 然后杨洁篪跟美国的关系啊 包含他当初给这个 老布希啊 就开始就这样的交情 而王毅呢 他就在日本方面是他长才 做过诸日大使 还有呢 最近的一个讯息 说这个 在翻译的过程中间呢 王毅当然是讲这个普通话 然后就让他日文很好 那好到什么程度呢 翻译的过程中间 他会告诉翻译哪一个字 翻得不对 所以呢 这个杨洁篪对美 王毅对日 这也是中国外交的重点 这个是有关于人事的方面的议题 那么其次呢 要跟大家谈一个软性一点 但是对当事人来讲 恐怕就一点也不软了 头疼的问题 那就是马上要过年了 说这个预计啊 根据中国旅游网站的预估 今年春节预计出游的人次啊 是这个历史之最 历史上最多的 那么这个 大概会前往68个国家 海内外700多个目的地 是这个中国的旅客特别喜欢去的 还有呢 就是有些游客啊 要到南极去 那就是跨过大半个地球了 然后呢 这里面特别谈到一个数字 说啊 90后的年轻人当中 有三分之一啊 他们出门旅游 是为了避逼婚 就是躲避 亲友逼婚 大家知道这个中国人呢 见面的时候 想问吃饱了没有 吃过了没有 是不是 这个 各国文化不同 很多文化没有这回事 有朋友说到美国来啊 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跟大家问候嘛 你好 我好 就问吃过了没有 洋人就一下子愣了一下 美国人一下愣了一下 因为美国人不新婚 吃过了没有 那么总之就是 现在这个中国人呢 可能多少年来也是嘛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所以结婚是个大事 结婚叫做人生大事 结婚叫小登科嘛 所以呢 这个难免就会问说 结婚了没有啊 或者说 有对象了没有啊 什么的 看你条件很好啊 怎么这个 始终还是行单影之啊 这是一番好意了 可是这个好意啊 有的时候对于当事人来讲啊 感觉上就不是那么开心 尤其是过年了 大家这个亲友上门来 或者是你跟着这个出去拜年 或者跟着这个父母啊 大家更会问了 哎 给你 让你爸爸早点抱孙子吧 这下子 所以三分之一的年轻人 选择出门 躲得远远的 这个还有一个情况 让人想到说这个 当初宋楚瑜在台湾的时候 炙手可热的人物啊 过年出门 出国 为什么呢 在国内 总难免有人要上来 上门来拜年 或者呢 你要向尊长去拜年 这一来一往 其实也忙 忙花时间的 忙花功夫 忙花力气的 忙活一年了 过年这一段时间 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呢 为了这个拜年呢 很上脑筋 所以呢 他就干脆选择出国 这个有一段时间呢 在台湾就鼓励大家 电话拜年 现在大概就 就是很多就是这个电子信件 或者是电邮来拜年了 总之呢 看看这个 90后的人 他们为了这个 自己的这个婚姻呢 在过年的时候 格外蒙受了一些压力 所以呢 倒是提醒大家 虽然好意 心里头关心啊 倒不一定在口头上表达出来 免得给别人制造压力 一番好意 但是好意的表达啊 有的时候 一不适切的话 给别人造成困扰 好了 这个还有这个顺便就提一下 说这个 现在把这个 列出来说 最想去的一些 这个旅游的国家 第一是泰国 第二是日本 然后接下来是新加坡 越南 印尼 美国 马来西亚 这里面没有韩国 2017年的时候 韩国排在前三名 今年已经跌出了 前十名 这当然有种种因素 在其中了 倒是说 为什么这个第一是这个日本 第一是泰国 第二是日本 因为到泰国去是避寒 然后到日本去呢 最主要的是到日本上学 然后呢 到这个新加坡 越南 印尼啊 是因为这几个地方啊 都距离比较近 虽然消费的情况不尽相同 但是有的时候过年啊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 因为挖在交通上啊 就已经让人的伤透了脑筋了 像这个我们看这个照片 中国过年的时候 春运 人有人潮 车有车潮 你看这个机场啊 或者是这个车站呢 或者是港口啊 真是这个万头钻洞啊 多少人都有这种 一票难求之感呢 知苦啊 不是还有人这个 骑这个摩托车 骑机车 哎呀 骑了一千多公里啊 赶回去过年 大包小包都搁在绑在 自己的这个机车上面 这当然也是 说明了过年的时候啊 大家要回去 尤其是啊 中国这么大 很多人在外地啊 打工 忙了一年呢 只要回去过年 那车票机票 买不到订不到 那就这个自力救济 所以这样长途跋涉 这也是这个中国人啊 要过年的时候 想到这些 在远地的游子啊 能回来 我们热忱欢迎 不能回来 我们对他 要心存体谅 对于那个费尽千辛万苦的人啊 要赶回家里来过年的啊 我们要得 格外的 要这个关怀他们 要感谢他们 记得这个 看到说啊 有这个 有这样的加油站 哎呀 看见这个 摩托车 大包小包的 哎呀 就知道 这是最辛苦的 要过年的一群人 这个加油站 对他们就 格外 比方说有些赠品啊 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优惠啊 这都是这个所谓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不管是与不适啊 过年的时候 哎 这样子这个辛苦啊 这样子回去 看望父母 这样子回去和家人团聚啊 我们也必须要对他们表达我们的这个敬重之情了 那么好的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高粱的问题 我们特别就找了张照片 这个照片呢 是在贵州的一个酒厂啊 他这个高粱啊 准备啊 要开始酿制高粱酒 具体的怎么酿制啊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 不过呢 这个首先就让大家想到 中国现在要对从美国进口的高粱啊 可能要克征什么特别的关税 就让大家想到了是不是出现了所谓的贸易暴富 两个多礼拜之前 美国总统川普签了个命令 就是对于从国外 当然大家知道主要就从中国嘛 中国的太阳能板生产占在全世界70% 但是呢 这个他不是这个至少表面文章 不是专门针对中国 是对从海外进口的啊 这个太阳能板 他要克征这个关税 好了 这个现在中国对于从美国来的高粱 也要克征 还没有要克征 现在要调查 这个具体的是要什么呢 说这个要进行反请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 先要立案 然后开始调查 调查属实就要开始征税 这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啊 很多从美国进口的高粱啊 受到美国政府的补贴 所以呢 能够大量低价的进到美国来 这就伤害了中国的高粱种植户 这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所以中国现在要调查 那么这个 顺便一提 在两多礼拜前 川普签的一个是啊 这个太阳能板 还有一个是洗衣机 美国自己这个地方生产太阳能板的公司 一家接着一家倒闭 过去几年倒掉二十几家 全美国现在就剩一家了 所以呢 这个美国是要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产业 所谓美国优先嘛 所以要这个对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 要这个 另眼相看 就是要克比较高的税 那么同时呢 还有就是这个钢铁 还有铝鱼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中国的知识产权 所以呢 刚才讲这个太阳能板洗衣机啊 是因为涉及到这个可能的政府补贴 所以呢 要这个 格外的要来处理 那么对于这个钢铁铝 这里面是不是涉及 涉及到了 盗用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 或者叫做智慧财产权呢 所以呢 美国也在研究和处理 还没有定案 那么这个 中国政府啊 商务部宣布的说 要对于 从美国来的高粱 要立案调查 有没有涉及到这个补贴 涉及到这个倾销 在中国政府发布这个讯息的时候 没有提到 美国对中国 对于其他国家的产品 有什么样的特殊待遇 不过呢 很直觉地让大家想到 这里边呢 到底有没有这种 你打我一巴掌 我也回来踹你一脚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贸易报复 好了 这个特别就看到 这个华尔街日报写了 他说 为什么从这个高粱下手呢 从美国进来的产品呢 何止这个千件万件 万千样万样 为什么专门挑了一个高粱呢 就有点意思 因为呢 这个中国现在是锁定了 从美国来的农产品 理由是农业州被视为是川普 政治基础非常重要的一环 大家知道在 甲州纽约 这个东西两岸 这都是比较自由派的地方 这个川普选举的时候 在这两个地方啊 是拿不到什么好处的 但是中西部啊 这些这个农业大洲 他们在政治立场上 是比较倾向于 美国的这种传统观念 传统价值 所以跟川普啊 是七尾相投的 这些地方是川普啊 在竞选的时候的 这个主要的票仓 那么这个 所以呢 现在就是选定 美国这些农业州 是不是要来 让这个川普啊 这个对川普来出口气嘛 那么在2013年以来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高粱 超过了2700万吨 然后这个 中国方面怀疑说 这些美国的 这个高粱 或者是其他农业产品呢 得到了政府的补贴 所以他们可以用 比较高的 低的价格来跟中国竞争 而相对之下呢 中国的高粱 这个农户啊 种植的这个规模比较小 所以呢 很难和美国来竞争 在最近呢 也有这个讨论呢 说很多人举了一些数字 说这个美国农业的生产力 或者是这个单位生产力 一个人所能够生产的 这个量啊 其实比中国大得多得多 最主要的 那就是美国很多农庄 一望无际 它是采取这种 这个现代化的 科学化的 是个机械化的 大规模的耕种 包含说你这个 喷洒农药的时候 这种飞机来喷洒的 一下子 说是这个上万亩的地啊 就完成了 你这样的一个喷洒作业 相信之下 中国能够有像 这个一户农户 能够有上千亩的 那都是 去之可数 所以呢 事实上 即使没有所谓的政府补贴啊 这个 美国的这个农产品的竞争力 也是比中国高很多的 所以当这个 美国的农产品 大量进口到中国的时候 对中国的农业来讲 确实是构成了更大的压力 好了 这个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说 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 专门小组啊 有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说 这个在武器扩散 北韩呢 它的武器扩散 还有呢 非法融资 就是从海外想办法弄钱 因为北韩的经济 也不是遭到 遭到这个严厉的制裁吗 说在这几件事情上 这是违反国际决议的 可是呢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 助长了北韩的这个行为 这个报告啊 它是一群专家小学者 专家学者 访问了很多个国家 然后提出来的 这个是要先给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就是专门负责监督 对朝鲜 对北韩的经济制裁的这么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 认可了之后 这个呢 要提交给安理会 这里边呢 详细列出了好几个问题 这里边呢 其中一个是说 叙利亚 它所使用的 大家不知道 叙利亚不是对它的平民百姓叙利亚 达塞的政府 对它平民百姓使用的化学武器嘛 这个使用化学武器这件事情啊 让我们想到了 我们到时候在这个华盛看天下 可以跟大家谈谈 就是白宫发言人呢 当时在这件事情上讲错话了 给媒体哎呀 无情的炮轰 可是这里边呢 有一个人非常仁慈的 这个等于是赦免了 这是没有怪罪 白宫发言人 谁呢 就是川普总统 哎这个我们另外找时间 跟大家谈谈 好了 这个回到说是 叙利亚它使用的化学武器 请问从哪里来的 他自己的这个研发产制之外 说呢 有来自于北韩的这个技术协助 而且说啊 一直到今天啊 在叙利亚还有三个地方 北韩的技术人员 还在那里帮忙 帮这个叙利亚发展这些武器 他说呢 这个使用的 这个化学武器所需要的 这个生产的 所需要的阀门 还有特殊耐酸磁砖 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哎 他说这个 啊 就是从北韩所提供来的 因为全世界 有这样技术的国家 非常少 而愿意把这样的技术 提供给其他国家的 那更是有 更是这个 几乎少不到的 因为这里边呢 牵涉到了这个 国际义务 牵涉到了国际条约 不是一个 这个管制武器 或者是 叫做限制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输出嘛 你今天 你有导弹的技术 但这个导弹的技术 是不可以随便提供给 其他国家的 那么说这个 现在呢 从专家 他们到 这个几个地方去 实地调查 做访谈 就发现呢 这个 里边很多 是从中国来的 当然 这个专家 他调查的时候 他也要去问 问中国 中国政府说 不是 没有证据显示 是中国提出来的 然后问这个 叙利亚政府 说你们这些 从朝鲜得到的 这些技术 让你们有能力 然后对自己的 平民百姓 使用化学武器 叙利亚政府说 没有 说叙利亚境内的 北韩人呢 是从事体操 和这个运动项目的 这是 当然就是要 这个听听看 各方的看法 还有呢 这个报告里面 还提到了说 缅甸 也是从朝鲜 购买导弹系统 还有常规武器 然后呢 这里边提到了说 这个包含地对空导弹 缅甸所需要的 都是从北韩来的 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缅甸 现在这个正在 对内部的 他这个罗兴亚人呢 进行这个 所谓的种族清洗 大量的罗兴亚人呢 不老稀有的 长途跋涉的 要逃到一个 比较安全的地方 而这个在 自己国内的 还牺牲的人 还有在逃亡的 过程中间的 死难的人 这个数量非常大 已经受到国际关注 那么这里边呢 说 缅甸的政府军 所使用的武器 也是北韩提供的 因为大家知道 那北韩呢 他现在靠这个 卖武器 尤其是卖那个 其他的没有国家 愿意卖的 很少国家 愿意卖的武器 这是所谓的 期货可居 这是这个价格 会上涨的 这些这个军备 包含了传统军备 常规军备 还有这个像刚才 讲的化武 导弹的这种 高科技的军备 北韩就靠这个赚钱 然后呢 这里面还提到了 就是说 北韩也偷偷地 继续从事 其他的贸易 像是 从其他的国家 买油 买石油 这不是美国 也有照片了吗 这里面呢 提到了说 北韩的煤炭 石油运输啊 有一部分 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 是通过中国 马来西亚 越南 还有俄罗斯的 港口进行的 然后说这个朝鲜呢 在海外啊 有三十几位 金融机构的人员呢 在工作 这个不是要各国都 切断 对朝鲜之间的资金来往吗 那朝鲜 为什么外面 还有这么多人呢 从事于这种资金的 调度流通呢 这里面呢 这个 调查小组说 在哪些工作呢 包含在中国和俄罗斯 所以这个是 现在北韩 之所以啊 他这个政权呢 还能够继续 维系于不坠 要感谢好几个国家 包含俄罗斯 包含中国 这个 讲到了这个 北韩呢 在他所需要的石油啊 天然的 这个煤啊 他继续的是 偷偷的从其他的国家 从少数那几个国家 从少数那几个 嘴里说 遵守联合国决议 实际上可能在 偷偷摸摸的 干这些不法勾当的国家 从那个地方得到的 那么就看到了说 这个财新网有一个报道说 中国所需要的 天然气进口量啊 应该是每天呢 大概需要 一亿 四千万 就是一点四亿 立方米 可是呢 在这个 一月份的时候 一月底啊 曾经掉到 只有七千万 立方米 就掉了一半 那么这个平均的实际进口量呢 是一亿立方米 需要一点四亿 其实呢 只来的一亿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说呢 是这个 几个 一个是中亚国家的油气运输 还有储备设施 不够 所以今天高一点 多给你一点 明天呢 就不一定能够继续维持 这么样的高运量 还有呢 就是 你现在这个需求量增加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 中国现在是这个 华北地区大规模的 所谓的煤改气 而且今年冬天特别冷 所以啊 对于天然气的需求啊 比往年增加 那么好 这些国家就觉得 这个 你的这个需求增加 那我这个出口呢 我就格外希望能够提高价格 或者说是重新订阅等等 所以呢 这些这些商业行为 指得中国所需要的进口量 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 不过呢 说这个经过中石油公司 还有中亚国家协商 现在情况好转 2月2号的实际的日进气量 恢复到了1亿1000万立方米 这个是有关于中国的这个 所需要的这个天然气啊 现在的一些统计数据 是今年的天气格外冷 在想起在美国这种寒冷的地方 好久以前就听朋友讲过 就说 有这些这个 特别是靠北边一点的地方 冬天呢 如果你欠缴这个瓦斯费用 瓦斯公司啊 不能对你断气 为什么呢 欠缴将来可以追缴嘛 你将这个追缴那一天付多少钱 一个月付多少钱 还可以分期付款嘛 你现在把人家气给断了 人家这个家里边的老人孩子 说不定就会冻死了 所以呢 在某些地方 他特别有这样的规定 天气冷不能断人家的气 天气暖和的时候在追缴 天气暖和人跑了怎么办 人跑了是你金钱上的损失 是你公司财务上的损失 但是呢你如果断了气了 人家的命给损失掉了 这两者相比较之下 实物为重 这还是看得出来的 在这个 不晓得我们现在 您这个明镜的朋友 您现在所处的地方 在华府最近呢 从12月下旬到现在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天气很暖 很寒冷 然后呢这个 雪不多 可是呢这个出门的时候 冷嗖嗖的感觉 还有风很大 这个所以呢 在很多地方就看到 年纪比较大的 干脆去那个商场 大型的商场 在那个地方 一面走路一面运动 同时那个地方比较暖和嘛 可以节省家里边的 这个暖气的开销 想到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 华府这个地方 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啊 公共汽车 免费搭乘 为什么呢 就是让你啊 可以免费坐公车 坐到那些商场去 在商场上 哎呀 享受商场的冷气吧 还有呢 公车 公共汽车 公交车啊 它也是有冷气的 免费坐 这样子的话 家里面就算没有冷气 但是呢 免得在家里面呢 因为热而热出病来 大家知道天气冷天气热 每年呢 在美国的急冷急热的时候啊 都会因为缺乏这样调节的 这个设备 而出人命案子的 所以 这也是这个资本主义中间的人道表现吧 美国还算不算资本主义社会 好了 这个 最后呢 要跟大家 谈一个议题啊 是这个 对不起 两个议题 时间不多 一个呢 就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前往拉丁美洲访问之前 讲了一段话 说呢 中国正在拉丁美洲扎根 利用中国的经济力量 希望把拉美国家 并入中国的运行轨道当中 这个 美国拿一个媒体写了 他说呢 哎呀 这个蒂勒森讲话 是跟川普怎么两人背道而驰啊 为什么呢 川普啊 至少在拉美国家的感觉是 川普现在只想到 美国自己如何重新强大 所以呢 对于这个传统上 所谓的美国后院 这个拉美啊 川普是有点置之不理 而且不是还要 这个建高墙吗 是不是啊 就差没有广积粮了 就是这个 避免这个 这个非法移民进入 那么 既然你美国排斥于这个 拉美国家之外 那么 人家中国到了拉美国家去 你美国 操什么心呢 所以说 国务卿的跟这个川普总统 两人看法不一样 当然好了 回到这个 蒂勒森的这个说法 蒂勒森用了这么一个字眼 所谓的这个 新帝国 帝国主义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啊 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 带来了好处 但是许多中国人所使用的不公平的做法 也损害了拉美国家的制造业 造成了失业 或者降低了当地工人的工资 所以呢 这个蒂勒森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 中国呢 提供的 这些这个 所谓的发展道路 非常受到拉美国家的重视 可是呢 这往往是 让这些拉美国家 本身呢 只有短期收益 而长期呢 就会依赖中国 最后一句话 拉美不需要一个 只谋求自己人民利益的 新的帝国 这是蒂勒森对中国的批评 好了 最后呢 我们要来 这个看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前几天在成田 日本的成田机场 这个中国的旅客 跟警察拉扯 这个事情啊 引起相当多的这个讨论 也有一些这个抨击 网路上这些议论呢 我们就要大家平心静气的来看看 这话怎么讲呢 说当时啊 这一百多位中国旅客 确实是 没有安排到外边去过夜 只能在机场里边 而在机场里边呢 当时提供 他们的这个 比方说 他们想给孩子买尿布 想要弄点吃的啊 等等 当时这个机场 或者是航空公司 并没有提供他们 所谓的应有的服务 我们特别强调 所谓应有应有的服务 然后呢 这引起了很多争议 还有说这个中国旅客 就有人在那边高唱 呃 游泳军进行曲啊 呃 前者是有争议的 后者是不必要的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啊 我们特别讲应有 就是买机票的时候 这个或者是你跟旅行社买 或者直接跟航空公司买 得把相关的条款 看得很清楚 有的时候呢 大家呢 觉得或者希望买个低廉的机票 但这个低廉的机票 他所提供的服务啊 或者是他所加注的限制啊 可能也是他特殊的一些规定 呃 比方说如果你改时间 是不是另外 这个叫 惩罚性的费用 那可能收的很多 还有呢 你这个画座位 那是不是受到一些限制 还有呢 如果是你这个班机啊 要延误的时候 你能不能得到补偿 或者是航空公司 有没有义务 要给你这个吃的穿的用的 呃 这些都是在买机票的时候啊 因为你的价格 就决定了这些条件的 所以这个不要说 马上啊 就是怒从心中起 然后就跟人家 这个大声的争吵 那么这个所谓 唱起国歌来呢 这也是 就是应该这么讲吧 说有朋友 有这个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 讲到说 这个是不是电影战狼啊 看多了 以为你举起国旗 唱起国歌啊 全世界都对你开绿灯啊 这个话当然讲的 其实这个 听的人呢 也不舒服 因为呢 这个飞机啊 延误了 天候不好 飞机没有办法起飞 在机场里 确实是不好过 可是呢 就是我们讲的 你当初买的那个机票 就决定了 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所以看到别人得到 比较好的服务 千万别激动 先弄个清楚 我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服务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事情后来呢 是比较妥善的落幕了 说是23号晚上飞机 结果呢 这个24号晚上 大家后来这个使馆方面出来帮忙 然后呢 大家就 就比较那个平心静气的 然后机场这边提供一些服务 所以24号过了一天 然后25号凌晨 这些这个一百七十几位中国旅客 顺利搭上飞机 前往原先所预定的布地地 这个有人在留言呢 就说唱了半天 吴京也没来 那又讲到这个战神 这个电影 那么或者这么讲吧 说看到中国有这个官媒啊 又在那边歪曲 做文章 说哎呀 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唱国歌啊 不是要跟这个警察对抗 是因为看到祖国的使馆的人 来帮助忙解决问题了 哎呀 太激动了 所以就唱起国歌 你相不相信这种说法吗 好的 世界的中国 今天就进行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